大家好,现在是早上7点56 必须要起床了 本来打算7点半起的 但是昨天睡得有点晚 大概1点才入睡 所以实在是7点半爬不起来 现在头还是有一点晕晕沉沉 睡眠时间不太够 Kitty一大早就起床了 然后在这个小盘盘上躺着 他特别喜爱这个玩具 Kitty 包子也走了过来 两只猫都非常爱早起 等着我给他们做早饭 好了,走吧,吃饭去 走啦 吃早饭啦 今天Kitty和包子的早饭 还是一盒罐头 因为昨天给他们在京都上买的猫粮 今天下午才能送到 所以先拿罐头打发一下 这两个小不点 包子已经在吃了 像一只小猪 在。。上 Kitty就在一旁 安心的等得 每次都是包子吃完之后 Kitty在过去吃剩下的 非常懂礼貌的大哥 这个自动出凉器已经在报警了 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下午就把它填上 包子吃完了 Kitty这会儿才开始吃 吃饱了的包子在旁边舔着嘴 包子啊好吃吗 大家好我是Kitty包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2023年1月30日 大年初九 早早就起床了 因为要去单位处理一些事情 包子好像知道我要出门 所以吃完饭之后就躺在我的包上 不想让走 是不是呀包子 收拾好了 吃好了早饭 喂完了猫 准备出发去单位 包子和Kitty都非常喜欢蹲在暖气片旁边 可能是比较暖和 穿着那么厚的毛 还怕冷吗 包子 最近几天天气都超级好 天很难 大年初九 路上车还是很少 该上班的早就去上班了 然后游客也基本上都离开西安了 最近一直在打扫过年剩下的一些吃的 今天改一改 吃点酸辣粉要不 其实从小区出来还要再走一段路 但是我感觉最近一直都没怎么运动 然后也没有晒太阳 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 所以出来走一走 路上其实大多数人都已经不戴口罩了 感觉疫情已经彻底成为了一个过趋势 过年内前一段时间 如果遇到一些朋友 大家基本上谈论的都是羊或者是没羊 或者是羊了之后的症状 最近基本上已经不怎么谈论了 挺好的 希望不要有第二波疫情 好了吧 这边有一个一间粉店 我之前来吃过两次 味道还不错 你好欢迎光临 你好 要一个 酸菜鱼 酸菜鱼啊 今天吃酸菜鱼了 环境还是挺好的 可能过了饭点 然后不是特别多 点了一个泡椒酸菜鱼 满满一大碗 他们家每次米粉都给的超级多 吃完午饭 回家休息一会儿 中午饭 中午饭 至于 牛肉 下鱼 廿 直辰 导致 下鱼 南丰 到家了 看一下两只猫在干什么 咦 KT在迎接我 你弟呢 包子呢 KT每次见到我回家 都会伸个懒腰 然后在地上打滚 表示很开心 是不是啊KT 把你弟掉出来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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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睡着了 看我发现了谁 你是不是刚睡醒啊 是吗 好了好了 刚刚去取了 KT和包子的猫粮 满满 一大袋 够他们吃好酒的了 晚上回来 赶紧把猫咪的猫粮给他加上 已经加上了 断粮了两天的包子 吃得像一只小猪 连肉罐头都不理了 专心吃干粮 KT还在这排队 KT总是一副老大哥的样子 非常的谦练 KT 乖